Oh my God, they shot it down 中国间谍气球自入侵美国领空后 就让美军不敢大意 短短一周内就击落四个飞行物 但现在却惊船美军疑似打出目标 根据华盛顿邮报指出 美军F22战机11号在加拿大附近地区 击落不明飞行物 但这颗气球可能和中国无关 而是美国业余俱乐部的研究气球 来自伊利诺州的气球业余爱好者俱乐部 才在10号报告气球最后位置 不料11号就惊船失踪 且和美军击落不明飞正式同一天 俱乐部怀疑可能遭美军击落 也让各界议论纷纷 多家美国媒体大篇幅报道 以标题写下 拜登政府已私用F22击落业余俱乐部气球 因为这颗气球仅要价12块美金 约核心台币360块 气球价钱便宜 却能在123天内环绕地球六次 上头也装设小型定位发射器以及天线 好让成员进行研究 但美军F22战机发射飞弹 击落业余气球 前一枚飞弹就要40万美元 约薪台币一千两百万 也让不少媒体直呼浪费钱 美国总统拜登才发生将持续调查不明飞行物来历 没想到现在却爆出美军疑似用一千两百万元的飞弹打下百元气球 目前军方仍在调查 希望尽快让真相 首都许出 3E新闻中文报导